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其实一开始游戏就公布了会是动作制的战斗 然而大家最想知道的游戏发售时间仍然毫无消息 任天堂NS新主机首发以来 大家对塞尔达的赞誉不绝于口 但是作为主机的NS评价就不怎么好了 NS主机的爱金最终得分7分 刚开始的时候小编也不太理解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玩家拿到机器 毛病也慢慢的显现了出来 不断有花屏死机等系统级的恶性bug出现 并且屏幕坏点也比较常见 为此任天堂官网表示 液晶坏点是LCD屏幕的正常现象 不属于机器缺陷 当然了包括显示器在内的屏幕设备 也有着同样的标准 亮点加坏点在5个以内都属于正常现象 玩家只能自认倒霉了 至于花屏死机的bug嘛 就首发主机来说也算是正常现象吧 PS的蓝灯 Expo 320的腮红 总之买游戏机的首发就要承担这类的风险吧 希望小编的人品不要太差吧 还记得前阵子 EA在PS平台搞了一次打折活动吗 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 而Xbox以及橘子平台的EA特价活动也紧跟着开齐 都说EA的游戏降价快 没想到这打折还是一波接一波的 除了EA的游戏 本周Export 1这边 上司维生4 古墓丽影时 巫师3等也有着不错的折扣 大家不要错过